段莉莉跟隔壁女邻居结过大仇 三个月前 那女的在家偷情 老公回来了 她就让情夫躲在阳台上 正好碰见了段莉莉 段莉莉还以为是小偷呢 嚷着人要报警 这事就被曝光了 两口子也离婚了 这仇呢也算是结下了 那女的扬言要告死段莉莉 这小剧场真够刺激的 一人小秦和小白 立刻找上这女邻居家 碰巧的是 这女人也叫做莉莉 因为与死者聪明 咱就叫这女邻居为小美 看到是警察过来调查 小美没有任何顾虑 拿起正在直播的手机 开始向观众老员们炫耀起来 小白见状 将她手机拿走 去到阳台开始调查 而小秦直接问她昨晚在干嘛 是否有一个男人 从她家里面过去到死者家里面 被一连串逼问后 小美只表示自己是单身 昨晚一直都在家里面直播 观众们都能够为她作证 看她回答不老实 小秦拿出警方看得到的血印和指纹 这些明显是一个男人留下的 而且痕迹就是从她家里面出发的 小秦也对她那晚的直播做了调查 那天晚上 小美曾多次举着镜头 离开客厅 却到其他房间走动 小秦怀疑 她是在替嫌疑人翻窗座掩护 让小美提供一下那个男人的信息 小美听后还想反驳 一旁的小白通过她的直播间 从观众那里得知了 小美的确有一个男友 而且近期两人就会十分频繁 有了这些证据 小美最终只能把男友出卖 随后江人带回警局进行审问 这男人也交代 案发当晚 她是七点钟翻过去的 没想着偷点东西 但没想到过去后 发现家里的主人没一个在家 只有一个陌生男人在客厅里面坐着 之后调取了监控 小秦很快锁定了这个男人 他竟然是死者在大学时期的男友 名叫徐国良 现在是一名小区的班主任 碰巧交的还是死者女儿那个班 江人带回警局后 徐国良很快便承认 案发那晚 她的确去过丽丽家中 但她过去可不是说感情的 而是针对丽丽的女儿 圆圆坐着家访 因为继续一段时间 圆圆再需要变得十分顽皮 成绩也越来越差 精神状态都很不好 还让小秦看了看圆圆画的画 上面是孩子画的爸妈妈以及奶奶 画像上的人都是张牙舞爪 看着十分诡异 徐国良也是担心孩子的状态 所以才去坐着家访 就她所描述 一开始 丽丽什么都不愿意说 她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情况 于是又直返回去 可就是这一股功夫 她再次敲门却没有人回应 等她再次下楼后才知道 丽丽那时竟然跳楼了 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 小秦了解情况后 就先让她回去 调查到现在 只有这个徐国良 在下发前与死者接触过 她还是比较有嫌疑的 但这时 法医那边有了新的发现 在对死者重新做了病理检查后 发现丽丽体内 残留有针定药斯诺斯的成分 可有疑问的就是 丽丽之前的病例中 医生一直给她开的药 是吸力盘 是有人故意换了她的药 而有些人的体质 在服用了斯诺斯以后 会出现妄想梦游等行为 甚至导致自杀 能换药的肯定是熟人 小秦怀疑 可能是死者丈夫张磊 可斯诺斯是处方药 一般人拿不到 这时 一直安安调查的穆教授表示 死者的伯伯之前 是因为内科医生 为了确认 是不是这刘芳琴换药 穆教授这次 跟着小秦来到现场 小秦将药药的情况 说给了刘芳琴 让她主动配合警方调查 而孟教授 则是去到案发的阳台 在观察了一圈 四周的情况后 突然发现 隔壁的楼上 有一处地方闪了一下 她也没来得及多想 随后就将刘芳琴 带回警局审问 这老太太 坐在警局几个小时 面对警方的询问 愣是一个字都没说 小秦实在没招了 拿出她孙女画的 那幅诡异的全家福出来 看到自己在孙女眼中 都快被划成妖怪了 刘芳琴只能老是交代 其实他们这个模范家庭 根本就没有和睦过 更是疯狂吐槽起 死去的儿媳 原来莉莉在家里面 一直都是一个强势的女人 她骄傲自信 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和控制欲望 认为自己可以掌控全家 但突如其来的瘫痪 对莉莉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 她害怕自己 这一家之主的地位被撼动 于是变得十分暴躁 而为了能让她安静下来 刘芳琴就想到了换药 给莉莉吃了斯洛斯 让她能够变得适睡 刘芳琴承认了换药的事实 但她却不承认 莉莉的死是她造成的 而且她也没想置人于死地 她是一名医生 懂得用药的伎俩和症状反馈 甚至为了能让儿媳安生一点 她开始换药的时候 就对莉莉做了观察笔记 她十分能够肯定 莉莉对斯洛斯这种药 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 吃了这么长时间 她就没有出现过 置患这种情况 反应之后 也对刘芳琴的笔记进行了检验 记录的的确很专业 证实了她并没有说谎 也能够排除她的嫌疑 那么害死莉莉的人 到底会是谁 这时孟教授 在看现场拍的照片时 发现 羊带上的鱼具袋外面 竟然留有一个刀片 小白看后 还以为是一个镜子碎片 而一说到镜子 莫教授瞬间想到 之前去到莉莉家调查时 隔壁楼有一个房间 有一个闪光的东西 对着案发的阳台闪了一下 他认为那可能是一个镜片 于是就找上那个闪光房间 进行调查 那屋子的主人名叫阿宅 看到警察过来 他表现得唯唯诺诺 莫教授来到阳台后 果然看到有一台望远镜 正对着莉莉坠楼的阳台 立刻询问起着阿宅 在案发那晚是否看到了什么 阿宅表示 自己只是一个望远镜爱好者 案发时他正没看到什么 不过在案发那天的清早 他却注意到 莉莉家的晾衣架坏了 莉莉的老公张磊 一直在维修打扫阳台 最后还整理了一下鱼锯包 这人最近也没去钓鱼 一直在意这个包干嘛 莫教授联想到 刚刚在包里看到的刀片 以及案发时门上的腰带 分析这两者间 是不是存在什么关系 忽然他想到 案件里面最关键的那个晾衣架 这东西是可以遥控的 将这几样东西联系到一块 他瞬间明白过来 凶手是怎么伪造 这起自杀案的 之后莫教授 去找上死者的丈夫张磊 看着警方就要连三找上门 他也开始不耐烦起来 还质问起莫教授 他妻子就是自杀 很多人都看到了 为何还一直在调查 对此 莫教授十分装备的回了一句 接着莫教授就是客男附体 开始分析起张磊作案的手法 案发那晚 莉莉在吃下他母亲换的药后 开始变得湿睡 一时昏沉 张磊则是把人推到阳台 先是在莉莉衣服领口上 穿上了一根余线 然后他按动遥控 将量一干 降到莉莉抬手就能够到的高度 完成这些以后 他就取到冰箱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根冰棍 而这冰棍里面 藏的就是那个刀片 他将莉莉放置在阳台 利用余线和冰块 来牵着住莉莉的身子 让它不会掉下去 完成一切步之后 他就算准了时间 利用给孩子捡衣服提前下楼 这到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而莉莉因为被挂起来的原因 也慢慢苏醒过来 但由于药物 他意识还不清楚 也没了力气 想解开衣服上的鱼线 但没能成功 最终 牵着他的那块冰慢慢融化 里面的刀子割断鱼线后 莉莉就从楼上坠下 刀子也按照张磊放置的位置 掉进那个鱼具包里面 在看到人掉下来后 等在楼下的张磊 第一时间就冲了过去 他表现得十分悲伤震惊 其实是在掩盖自己手上 涂藏鱼线的动作 销毁这样重要的证据 这都是你的猜测 我为什么要杀我的老婆 因为你想离婚 因为那场车祸 莉莉下半身全部瘫痪 这让本来空着玉极强的她 性情大变 而也正是 莉莉的转变 让张磊本来美好幸福的生活 突然变成了折磨 她想要离婚 但又离不了 莉莉的瘫痪是因为工伤 她每个月都有大笔的赔偿金到账 而张磊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如果离婚的话 孩子肯定会判给莉莉敷衍 就莉莉如今的性子 她就怕孩子以后变得更加扭曲 而为了能让孩子健康成长 也为了整个家庭脱离苦害 她只能亲手杀死这个始作俑者 张磊对于这些分析 没有任何反驳 她表示沐教授说的都对 但就是没有证据 张磊还在高兴的时候 突然小秦带着录像过来 经过对小区所有的录像查证后 最终发现了 张磊跑到别的楼层 受余线的画面 现在有了证据 张磊对此没有任何反驳 只能老是认罪 最后沐教授也解答了 张磊是如何用衣带 在外面系主门 还能从外面离开的 答案仍是在那个自动量衣架上 只要系一个松的结 留出一条门缝 人从门缝里钻出来 然后在外面把门关上 再用遥控器让量衣架上升 案件者下全部都解开了 但可怜的还是家里的孩子 张磊本想着为了孩子好 但最后却适得其反 这女人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 整个人坐到阳台边上 她有些久望的回头看了一眼 下一秒 毫不犹豫往后一躺 迅速坠落下楼 随着一声巨大的声响 小区的居民们也都开始恐慌起来 有个男人再见到这幕后 更是发疯了一般 冲到女人的尸体旁 跳楼的女子叫做莉莉 这男人则是她的丈夫张磊 而就在两分钟前 她是亲眼目睹了 妻子跳楼的过程 刚刚张磊正在小区 捡孩子被风吹掉的衣服 还和出来三分的女警小秦 聊了几句 紧张谈话的时候 就听到附近传来呼喊 八楼有人要跳楼 张磊扭头一看 就看到自己的妻子 竟然坐在阳台边 让女儿过来 她再慢慢缓过神来 很快警方赶到现场 将案发地点附近 全部缝合起来 小秦也赶忙 向二队的同事 说明刚刚的情况 据她所了解 这张磊一家 是小区里面出了名的谋犯家庭 谁都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 法医也对尸体做了初步检验 从现场来看 撕到体表的外伤 符合高楼坠下的特征 从坠楼地点分析 能够排除 有外力推仓坠楼的可能 种种情况都会符合自杀 小秦从王队那儿 得知这一结果 她总感觉 这么快定案有些扫帅 但也没多想什么 毕竟她又目睹了 跳楼的整个过程 可就在小秦 准备离开现场时 人群中 因为快递小哥 引起她的注意 小哥在得知 死者是莉莉后 才发现自己抱着的快递 全是要上门送给莉莉的 这一发现 让小秦感觉 案子有些不对劲 测试 她就去找上 队里面的行政顾问 木夏教授 根据小秦了解 这个坠楼的莉莉 是一个残疾人 一直都是坐在轮椅上的 她认为案件中有疑点 想申请进一步调查 自杀的原因 可木教授 在看过吃花群众派的视频后 也断定这就是自杀 这时 小秦将昨晚看到 快递小哥的事情说出来 而且她还去查了一下 莉莉买了那些快递 是在她跳楼的前两天下了单 在她看来 既然一个要自杀的人 为何还会有兴致 买那么多东西 这点十分奇怪 但要证实 这案子存在有疑点 还是要有证据才行 于是小秦 开始重点研究起这案子 像是从横检科那边留意到 莉莉之所以能够坐到阳台边上 靠的是阳台那个亮衣架 上面经过检测 也的确发现了八枚指纹 经过比对 就是莉莉双手的指纹 可小秦有些不解的是 正常人 坐引体向上都很困难 这莉莉还是一个残疾人 又是怎么做到的 虽然这个质疑十分合理 但碰巧 这个莉莉是个例外 莉莉在三年前 就锻炼过自己的公二头肌和三脚肌 从片子上来看 这肌肉还是比较发达的 单靠手臂抓住两衣架起身 不成问题 而且同事还查了莉莉的病例 发现她在一年前 接受过抑郁症治疗 主要原因是精神异常 从这看的结果来看 莉莉都是偏向于自杀 小秦在看了这些报告后 总感觉有些地方很奇怪 但就是想不明白是哪里 到了中午 小秦和同事小白乘坐公交去吃饭 到站后 司机本能踩了一脚刹车 车上的人都开始倾斜 小秦也下意识抓紧了扶手栏杆 而就是这一刹 小秦注意意识到问题所在 饭也顾不上吃了 回到警局就又看起了狠检报告 报告上只说明了 现场的扔衣杆上 只有八个手指的指纹 但完全没有检测出 虎口位置的掌纹 莉莉如果是借力将自己拉起来的话 那么虎口肯定会接触到扔衣杆 现在没有检测出来 就说明莉莉 根本不是自己做到阳台上的 那些指纹很可能是凶手 踏印上去的 发现了案件中的盲点后 小秦和小白立刻找上莉莉家里 见到了张磊和他母亲刘新芳 二人还在为莉莉的去世难受 小白以例行公事为由 询问了案发时 家里都有谁在 刘新芳表示 那时自己在和老姐妹们 跳广场舞 是儿子打电话过来 才知道莉莉竟然没了 说完就十分难受进了屋 而张磊的女儿 左阿姨一直在同学家里面写作业 当时家中只有她和莉莉两人 单发的时候 张磊正在楼下捡衣服 小秦能够为她作证 难道说是张磊离开那段时间 这家里面进来了别人 但警员都勘测过 家里的门窗都完好 没有破坏的痕迹 而且就连阳台的门 也是从外面 用死者的腰带记住了 如果现场有其他人的话 那这个人 是怎么过来完成熊熊后 又神秘地从阳台上消失的 小秦这时 看着林女家的阳台 怀疑凶手可能是从外面翻过来的 这可是八楼 这要一十足 可就千古恨了 但经过勘测后 真在着楼梯外部 找到了有陌生人的指纹和脚印 同时小白也去查到 莉莉与旁边的女邻居之间有问题 两人竟然是死对 这天 考古队带着一群记者 来到一处 刚刚发现出的南北朝古墓中 为首的教授 亲自打开了 这被尘封已久的墓穴 等进来后 墓室的正中央 放着一口巨大的大理石棺材 开棺 随着教授一声令下 众人掀开了这棺材板 可当看清 里面这具古石的面貌后 一群人被吓得大叫起来 那怎么是个现代人呀 其中一个女孩 更是认出来 这人 就是他们的同学 赵岳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具现代人的尸体 为何会离奇出现在 这南北朝的古墓中 凶手是怎么进到这里面藏尸的 不久后 警方接到报案 过来后 就将这墓穴 给完全封锁起来 身经百战的考古教授中伟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小琴来到现场后 这个墓室 他们是不是第一次进入 周教授很肯定是第一次 但他十分懵逼 自己好好的学生 为何突然出现在了 那千年棺材里面 墓室里面 法医也对死者做了检测 尸体上 已经开始出现 软组织液化的现象 根据墓室内的温度 初步推测 死亡时间 也有一个月以上 尸体的头部 被钻起多次击打 其他地方 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外伤 只是衣服上 有一些被拖动的痕迹 而且这具棺材中 没有发现任何血迹残留 死者鼻腔中 有泥土颗粒 就连衣服上 也是有很多泥土 法医推断 死者曾被人重复遗尸过 尸体之前 是被人埋了起来 接着又被转移到 这具古墓当中 穆教授听后 认为杀人的 与遗尸的 很可能不是同一人 可这些人 故意搞这么一出 目的又是什么 因为发现尸体时 电视台是全程报道 事情一下闹得满城皆知 绝对墓内看测过后 确认整座墓 都不是第一现场 里面压根就没有血迹反应 看来 这还是一起密室作案 为了尽快破案 九元决定 先从死者的人际关系查起 小月先是 找到赵月瑶的前男友 孙明问话 他是一名化工学院的学生 和学考古的赵月瑶 是在一场联谊会上认识的 从他这里得知 两人在三个月前分手后 基本就没有任何联系 而赵月瑶 也是在这之后不久 他人就神秘失踪了 对此 孙明并不清楚怎么回事 另一头 孙教授再次来到墓穴 由于没带口罩进来 他在盯着棺材看了一会儿后 感觉脑袋有些昏沉 警员看到后 过来赶紧盯住他 戴上口罩 还说这里面的空气不好 让他暂时出去呼吸呼吸 听到警员们的提醒 孙教授立刻意识到不对劲 如果这墓室 是第一次被发现打开 那么里面的空气 是绝对不可能 让人直接进入 对此 钟教授肯定是知道的 可他当时 却带了那么多人进来 而且一点防护也没错 穆教授认为 这一点有些不寻常 于是他让同事 将之前封口的砖块 全部带回去重新检测 而此时的警局中 小秦调取了 赵月瑶盛前的通话记录 发现有一个号码 就让他进行联系 这人叫做齐熙 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小秦正不找上门询问得知 齐熙也有很长时间 没见过赵月瑶 而他之前与赵月瑶通话 是因为他之前 打碎了一家店里的古玩 价值帽子十几万 因为赵月瑶 还是一个学生 没钱赔偿 他就联系齐熙 借了快十万 赵月瑶毕业 刚参加工作不久 你就敢借给他这么多啊 我和他 也算有过一段 他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可问他 赵月瑶是否把钱还上了 齐熙称还差一点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又联系不上赵月瑶了 以为是他没钱还账 故意躲着自己 而对于赵月瑶遇害一事 他对此毫不知情 随后根据齐熙提供的线索 原来小白找上赵月瑶欠钱了拿家店 老板出墙一听说 是关于那个赵月瑶一案 吓得赶忙表示 这是和他可没关系 还交代 那是赵月瑶打碎的古董 其实就是一个赝品 他就是想合钱而已 还表示有钱就给点 没钱不给 他其实也没啥损失 他犯不着 为了一个赝品 顶着杀头的罪 把人直接给弄死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小白立刻回到警局 说给了沐教授 还吐槽起这个赵月瑶 好歹是一个考古队的 古董真假 竟然还分辨不出 可沐教授听到这些后 却查了一下赵月瑶的银行流水 发现这赵月瑶 其实也不简单 从他的账面来看 大笔的汇款 并非出的那个齐喜 而汇入款后的汇出款 却有很多都是打给齐喜的 一个刚出社会的女学生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甚至还给齐喜分了很多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可又在沐教授 再次找上齐喜时 发现这家伙 竟然被经贞的同事给抓了 经过了解后 这齐喜居然是在倒卖文物 而且给他获的居然是赵月瑶 齐喜称 他做这些 也只是为了给赵月瑶还钱 他由于被那个秋强逼着还债 最终也是走投无路 才去偷了一件考古院的文物出来卖 而齐喜在得知 赵月瑶打碎的只是赝品后 心态直接崩了 搞到最后 自己居然是一个小丑 随后 警方根据齐喜提供的信息 也去将出售的文物给找回 但令谁都没想到 这件卖出去的文物 居然是假的 想到这东西可是从考古院拿出来的 难道说是内部出现了问题 与此同时 横剑科对封闭木讯的砖块 也做完了检测 发现这些砖块 有二次凭借的痕迹 被人做了手脚 不仔细查看的话 就和自然开裂一样 看来 孟教授之前的猜测是对的 开关发现尸体的时候 那个木讯并不是第一次被打开 也就是说那个钟教授 从一开始就在对警方说话 男孩目睹了前女友被害的过程 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而是选择了一种另立的复仇方式 他把前女友的尸体挖出来 直接藏到了一处古墓的棺材里面 孙明遗失这事暴露后 他来到警区 直接就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而且他还指出 其实钟教授还在撒谎 他杀人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赵岳瑶要去举报他 而是赵岳瑶 发现他不仅吸毒 还利用造假的考古队在贩毒 孙明交代 自己去那个造假工坊 目的本人想接近赵岳瑶 与他和好 就在案发那晚 他本想去找赵岳瑶谈话 结果过去就发现 赵岳瑶拿着那些古董中藏着的毒品 在不断质问钟教授 刚好当时 钟教授的毒瘾发作 在听到赵岳瑶要求举报自己时 钟教授就彻底疯狂 他拿起一旁桌上的手稿 一下又一下 砸在了赵岳瑶的头上 此时门外的孙明 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等里面彻底没了动静后 钟教授还没意识到自己杀人 他则着先去把毒品拆开 血肉模糊 而为了不被暴露 钟教授先是拿出赵岳瑶的手机 给自己手机发了一条请假短信 之后他又将尸体 给埋到墓穴旁的空地里面 而孙明则是一路跟在后面 最后把尸体挖出来 分了很大功夫 将尸体偷偷藏到了墓穴里的棺材中 这墓穴里面 除了那些文物是假的以外 其实连着棺材也是假的 孙明将一些办妥后 就利用化学知识 把棺材围造成从没被移开过的迹象 他做这一切 让他永远难忘杀人一事 这段脑回路的确也挺大的 最后钟教授面对询问还想反驳 结果当场毒瘾发作 证实了这一切 考古教授第一次进到这个墓穴 但是在里面的棺木中 竟然发现了自己学生的尸体 警方在一番调查后 线索却表明 那个找到墓穴的钟教授有很大问题 于是墓教授去到考古院 当钟教授得知 警方已经检测出墓穴早就被打开后 他无奈的承认 其实在一个月前 他就带人进到了里面 当时在进去后 扮演墓中的情况比预想的好很多 所以他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提高一下他们考古院的曝光率 让国家能给他们批点经费下来 于是他就为了让周德牧有神秘感 就先把门给封上 在联系好各大电视台后 他就带人重新进到墓里面 装作是第一次开幕一样 只是他始终想不明白 学生赵岳瑶为何会在那谷关里面 穆教授听了他的解释 想到赵岳瑶无缘无故失踪这么久 他这当老师的为何一点都不操心 对此 钟教授拿出手机 让穆教授看了赵岳瑶 给他发的请假短信 他在知道死者请假后 就没在关注过他的事情 一直忙着搞木学的研究了 了解到这些情况 穆教授就回到警局 但他还是对钟教授的话抱有怀疑 此时法医那边 在比对死者身上的伤口后 终于确认下来 凶手熊熊用的凶器 很像是一个尖头手稿 而使用这种东西最多的地方 就是考古院里面的人 同时 法医对死者鼻腔中的泥土做了检验 里面含有微量的塞氧化二铁 泥土呈酸性 PH值在4.5到5之间 与古墓附近的土壤比对后 比较吻合 推测 刺了第一次被埋伤的地点 很可能就在古墓附近 根据这两点来看 凶手应该就存在于那考古院里面 于是警方开始一一检测 考古院里所有人用过的手稿 可始终都没有发现 行凶的那一把 就在这个时候 经侦那边的同事来到这里 原来他们那边 一直在追查一个造假作坊 根据上次 小秦提供的邱强这个人 他们过去调查后 无意间发现 在那的古墓旁边 有一家店在搞文物造假 后来进一步排查后 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 整个村庄全都在从事文物造假 而且他们做出的文物 我们用好多的专业设备 经过检测之后得出结论 与年代完全相同 我们询问了几个牵头人 最后得知 他们造假所用的原材料 全都是从那座古墓当中提取的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座古墓啊 早就被发掘出来了 而不是刚刚 好家伙 这是第二个蝎子 带着全村搞致富呢 而这背后的始作俑者 就是那个钟教授 而且目前也有证据能够表明 其实那座南北朝的古墓 就是假的 国家文物部门 对这座墓做了C14检测 还请了多个省份的专家来鉴定 这墓里面的东西 班数以上全都是假的 而钟教授大费助张来造假 其目的就是想要研究经费 这座墓的确是南北朝的不假 但完全没有研究价值 钟教授就是借这个机会 将这废墓变成了香薄薄 甚至却定了很多假文物 连他自己也知道了不少 实验室里的人 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 这群人都是知法犯法 肯定也不会对外透露什么 赵岳尧估计也是其中一人 他当时估计和这件事脱不开关系 此时另一头 在墓穴旁看似的警员们 在一处土堆附近 发现了一把燃血的剑头手稿 而这手把上还刻着一个中字 经过化验后 还在这上面发现了钟教授的指纹 有了这项证据 钟教授只能承认 赵岳尧就是他杀的 原因就是因为赵岳尧要举报他 他一时激动没有控制住 所以就将人给弄死了 杀人凶手之下终于抓到 可钟教授只承认自己杀人 关于尸体为何会在棺材里面 他到现在也不清楚 随后警方在排查 拿下造假文物的人员名单时 竟然发现赵岳尧的前男友孙明也在里面 而且在发现凶器的附近 还找到两足脚印 其中一个就是那钟教授的 而另一足比对后 确认就是那个孙明的 看来这家伙从头到尾 王队在不久前 接到盛丰银行的一起盗窃案 有人在半夜偷偷潜入到保险库 盗取了库中几百万的资金 为此王队却将沐教授请来帮忙侦破 经过一番侦查后 发现盗贼是通过通风管道进来行窃 对银行周围所有的监控调取后 很快便锁定到一名穿着一身黑的嫌疑人 可奇怪的是 期间有一段时间 嫌疑人突然在监控范围内消失了一段时间 等人再次出现时 他人居然卸去了伪装 当看清这人的长相后 王队一眼就认出 这家伙叫做陈伟强是一个贯偷 之前就因为盗窃金店 被王队抓到进去赶造了三年 上个月才刚被放出来 结果这次就敢搞一票大的 有前客那就好调查了 王队直接去找陈伟强的情人 他们村里一个叫阿卿的寡妇 可王队还没开口询问陈伟强的下落 这阿卿就开始不停的抱怨 说到陈伟强天天吃他的 住他的 穿他的 结果这几天 自己这里来都不来 不知道跑哪鬼混去了 从他不停的怨言中 王队还是摄演出了一些信息 阿卿说在几天前 陈伟强在酒吧被人给打了 最后还是他将人给带出来的 而这个人好巧不巧 正是另一边小情调查过的那位唐城 王队根据这线索找到唐城后 从他这里终于问出了 上次他给陈伟强赔钱时 陈伟强目前住的地方 于是王队立刻找过去准备抓人 但在门外都敲了十几分钟了 家里愣是一点动静都没 警员也去看过了监控 陈伟强再进去后 要是就没有出来过 就在王队考虑要不要破门而入室 小秦那边调查了丁枪杀人案 竟然也找到了这里 两队在互相了解完情况后 小秦一脚将门踹开进到里面 而接下来的一幕 众人全都傻眼了 陈伟强竟然早就在屋内被杀了 警员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勘察 在卧室里面 同样发现了一把钉枪 小白认为 很可能是杀害土林的凶器 让人立刻带回局里鉴定 在尸体旁 还找到了一瓶阿斯匹林 以及一份病例和处方单 现场看上去 好像是服药身亡 药屏上也只有一组死者的指纹 可孟教授 在闻了这瓶阿斯匹林后 发现这里面的药被人给换过 陈伟强应该是被人谋杀的 由于一队的案子和二队的案子 有诸多联系 领导决定将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根据之前 土林的员工偷拍他的照片来看 其中有很多张 陈伟强和土林都是同框出现 而且最可疑的一张 还是两人在土林遇害那晚喝酒的照片 对于此事 小青也去土林家附近查过 在房子旁的围墙上 的确找到了一组脚印残留 结果比对后 与陈伟强的身份符合 而且小白从二队那了解盗窃仪式后 又去查了一下土林 发现他的公司与被盗窃的银行 之前曾有过几次合作 虽然都是一些简单的押运任务 但小白认为 土林对生风银行内部 还是比较了解的 一个公司瀕临破产 一个又是贯偷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去土银行 为此还改装了两把钉枪 我们一直以为是陈伟强想要独吞赃款 才杀了土林 但是我们在陈伟强家中 并没有找到赃款 法医也对陈伟强的尸体做了检验 他是死于急性血压骤降 此外没有别的任何伤口痕迹 死亡时间在72小时左右 也就是在土林遇害后没多久 对药物做了检测后 确认里面的药被人换成了硝酸甘油 而且陈伟强体内 除了发现有酒精以外 同样也发现有伪格的成分 法医想到一种可能 男的在服用伪格以后 身体会出现发烧症状 凶手说不定 就是利用陈伟强最近服药的规律 将他治疗头痛的阿斯匹林 换成了硝酸甘油 最终导致陈伟强自己服药身亡 但值得注意的是 现场中没有发现第二个人的痕迹 根本没有线索可以去调查 这时 沐教授发现了一个盲点 图林身上发现的子弹是S32信号 现场的弹壳却是S5信号 那S5的弹头去哪了 S32的弹壳又在哪 假设杀害图林的凶手就是陈伟强 那既然陈伟强拿走了S32的弹壳 他为什么不把S5的弹壳打造 根据沐教授提出弹头弹壳这一点 警员们再次去到图林的遇害现场 过来后 沐教授就换位思考 把自己想象死者 在临死前手里还有枪 那最后做的举动 很可能就是对凶手开枪 于是 根据图林遇害时倒地的位置 沐教授分析 图林死前 大概率会对着楼对面的房子开枪 警察过去检测后 果然在二楼 发现了一枚打进墙里的钉弹 正是他们要找的S5弹头 而且在前面的洗脸池中 还掉落着沐子图林的那枚弹壳 看来这里就是凶手的射击现场 可还有一点奇怪的是 图林卧场的房门是关着的 窗户更是没一点被破坏的痕迹 这丁弹又是怎么打进去的 对此 沐教授宇哥大胆的猜想 窗户 其实是图林自己 图林在遇害那晚 他完全不清楚 陈伟强站在楼对面要射杀自己 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虽然磕动满机 但完全没有伤到陈伟强 反倒他自己被抱了头 而且出于本能 他在钉子射击脑袋的一瞬间 还用手把窗户给关上 对于这个异常举动 沐教授是这样解释的 大脑有限受伤 并不会立刻失去意识 只有脑干受损人才会立刻死亡 也就是说 只要损伤程度不影响到 其他功能的话 大脑依旧可以继续工作 而实际中头部中弹后死亡的案例 也不都是当场避命 一般都是大脑受创 然后昏厥 之后再引起失血过多 和其他病发症 小秦根据这一点也进行推测 二人发生矛盾的原因 很可能与那笔偷雷的脏款有关 可奇怪的就是 陈伟强如果是为了钱杀了图林 那么在行凶过后 应该是第一时间去拿脏款才对 为何他什么都没做 反倒回到家就喝药死了 这么来看的话 现场的情况应该还有别的可能 之后技术科那边 再次对案件中 所有的物品重新检测 结果在图林家找到的酒瓶中 发现里面就含有伟格的成分 而且酒瓶上 还真有陈伟强的DNA 难道说图林早就预谋 要杀陈伟强 陈伟强本来就在发生 喝了含有外壳的酒以后 他以为自己烧得更厉害 所以才会毫无顾忌地 去吃阿斯匹林 图林这招真的是 防不胜防 陈伟强想杀图林 图林又想杀陈伟强 如果这两人真是要互杀 那陈伟强肯定会有防范之心的 不会轻易喝下图林给的酒 这让小秦想到一种可能 说不定现场中 还有第三个人存在 他想到之前调查时 图林的员工偷拍的那些照片 其中一张就拍到过 图林曾在陈伟强的乡好 阿清家门外逗留过 而且后来就神秘消失了 想到图林也是爱吃伟格 男人吃这个准备干好事 肯定是要办事情的 于是小白去查了图林 和阿清的关系 结果从监控中发现 有很多次陈伟强不带阿清家时 图林就曾偷偷找过去 好家伙 这好解人玩的也太花了 小秦准备去将人带回来问话 而沐教授也托人去查了阿清的资料 发现这女子之前 竟然得过事件比赛的亚军 而且还查到那个钉枪的来处 店家说 之前是卖给了图林两把 后面有个女的也过来买了一把 而这个女人正是阿清 沐教授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叫人赶紧小秦那边支援 此时阿清已经带上脏款 准备逃跑 他看到小清等人找过来 拿出了钉枪就进行攻击 好在沐教授带人赶来及时 最终堵住了阿清的去路 叫人给抓获 叫人带回警局后 阿清也老是交代了 他杀害陈伟强 就和之前几员们推测一样 利用伟哥发热这一点 让陈伟强服下他换过的药 而图林因为之前是退伍军人 还做的安保这一行 平常就十分谨慎 他没办法只能选择最直接的 叫人给射杀 为此他还专门 却买了一把型号不同的钉枪 在行刑完后 就去与陈伟强的那把互换了一下 目的就是要制造出 这两人分赃不均互杀的假象 而阿清做这些的目的 就是想独吞他们拖来的几百万 面对这么多钱 他一个寡妇很难不动心 所以就涉及了这场谋杀 其实这案子自从吃了伟哥开始 就很好调查 男人吃伟哥 记住只会办一件事 是什么懂的都懂 而阿清为了一己私欲 害了两条人命 直到最后 他还是不知悔改 一心只想着那笔钱 老母亲来叫孩子起床 谁来过来后就看到 儿子脑袋上竟有一个血洞 手里还拿着枪死在了房间 母亲是个聋哑人 看着儿子没了只能干着急 最后还是邻居帮忙报的警 等警方赶到现场 这大妈已经被吓得昏倒在沙发上 根据警员初不了解 死者名叫图林 33岁 还是一名退伍军人 自己开的有一家安保公司 现场中门锁一直繁锁着 是警员赶来后撬开的 死因也十分明确 是射钉弹 由眉心位置贯穿头部 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的10点左右 由于是钉枪 射击距离无法顾测 根据现场来看 很像是死者自杀 但法医开了那把钉枪 发现枪管很长 是改装过的 认为死者 不会以一个很别扭的姿势自杀 可是谋杀的话 现场中的门窗都完好 窗户外更是有防护栏 凶手是怎么进到屋内行凶 然后又离开现场的 而且附近马上要拆迁 很多住户 都是晚上加班加点 在加盖房子 询问一圈下来 也没人听到 死者家传出异响 这时小秦注意到 死者家附近 刚好有一个探头 在调取录像查看后 发现图林 在昨晚7点多 买了啤酒回家 然后就再没从家里面出来过 另外也没有其他人出入过 在这之前找过他的人 警员也都做了截图 根据初步排查 能去领当天 的确没人去找过图林 那这就奇怪了 图林好短短在房间 究竟是怎么被射杀的 难道真是拿钉枪自杀 可法医对图林体内 取出的钉弹做了检验 却发现型号 与现场遗留的弹头不同 枪弹口径不同 足以说明这就是一场谋杀 而且还在图林的位内 剪造出他生前前吃过伟哥 这又是要干嘛 难道是准备奖励自己 然后被杀了 很快进入哥那边 有了新的发现 在查看监控的时候 发现有个叫唐成的人 在图林被枪杀回家前 与他前后脚进了同一家超市购买东西 关键的是 这唐成在案发那晚的11点多 还曾路过图林家门外 小白认为这人有些可疑 就让小秦准备上门进行调查 过来后 唐成一听是关于图林 赶忙表示那是自己的好兄弟 还说图林最近 经济状况有些不太好 前一阵还在自己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还让小秦看了看 图林之前给他买的伟哥 当然这东西可不是他俩用的 图林这小子 把这东西基本当药吃 没事就要喝两片 问他案发那晚去哪了 为何会出现在图林家门口 唐成说那只是路过 还交代自己那晚在一处酒吧喝酒 本来他常去的那一家 因为在一个星期前 他在里面和别人发生争执动了手 还被警员带去了派出所 人家就专门贴出来一颗名单 禁止他再过去消费 这几天他无聊的要死 所以就换了一个路线 去别的地方快活 而过去的途中 就刚好路过图林家门口 而他上次见图林 还是在一个星期前 他在酒吧那完事之后 还是图林带着他 去闲上了赔偿的事情 在那以后 两人就再没联系过 不过唐成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 警官 他那个安保公司啊 效益不好 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 员工都在那闹事呢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事来 他那个里边有一个叫赵什么的 赵什么一小伙子闹得最凶 扬言 再发不出工资 就找人废了图林 这事你们得知道 警官怎么了 这小的愤什么事了 图林死了 随后 根据唐成提供的线索 小青二人 找上这个叫赵小光的员工 当听到图林被杀后 这小伙就晃得不行 赶紧表示 之前说那些话全是装的 他其实是图林 安插在员工里的眼线 公司里面 已有风吹草动 兼私活等等 图林都是通过他知道的 他之前放那些狠话 也是让同事们 对他放松警惕 好掌握他们的一些情况 看看 这就是职场的勾心斗角 了解完情况 小白也确实了 赵小光案发时 的确没有做完的时间 下手到这里就断了 为了找寻新的线索 小白就让技术部 再次查看起 案发那天图林的行动路线 在查看的途中 小白偶然间注意到 图林那晚回家的时候 有个他公司的员工 在跟踪他 很快就查到 这个人叫做周建国 小白将跟踪的录像拿出来 周建国这下慌了 赶紧表示 自己跟踪 只是想看看图林的钱 到底去哪了 为何会发不下来工资 还表示 自己总共就跟踪了四五次 还让小秦他们看了看 自己偷拍的照片 在翻看照片时 注意到 其中一张是 图林在和一个光头在喝酒 而一问拍摄的时间 竟然就是在图林 遇害当晚的9点多拍的 但监控并没有拍到 这家伙的踪迹 看来这人是躲避监控 离开了图林家 而且除了这张照片外 周建国还拍到 图林曾多次 和这个光头在一起过 看来这个光头 有很大问题 可等小秦小白 查到这个光头的住址后 刚找过去准没问话 结果发现 二队的王队 正带着穆教授 在这光头家门外 疯狂的敲门 而小秦他们找的人 竟然和王队这边的案子 保罗被抓后 陈玉凤就急忙来警局 承认了之前 高头警方的全是在撒谎 而且那个自有图纸 也是他偷来给保罗的 目的就是要报复尚小飞 原来保罗之前 和陈玉凤就是一对 是尚小飞 硬生成将保罗给抢走了 而且尚小飞 根本不是外面看到的那样 他其实就是个疯子 一周七天 天天都是工作日 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只要他心情不好 对我又打又骂 还有 设计部的所有人 都是他的枪手 只要他看上的作品 他一定会拿走 当成他自己的设计 保罗就被他抢为无数字 是 这次是我透露他的图纸 但那又怎样 以压还原而已 但关于保罗拿着图纸干了什么 陈玉凤也不清楚 但他能够确定 保罗肯定与尚小飞的死无关 因为在案发的那天 保罗正和陈玉凤在海南约会 同时 穆教授根据尸体背部 画的下手力度 分析出 袖手可能是一个左撇子 而保罗常用的是右手 所以也能排除他作案的可能 由于是警方 在随对尚小飞身边的人 做了调查 这次穆教授倒是发现 尚小飞死后 不仅保罗是受益者 还有邵小飞的姐姐邵小芳 准确来说 他在邵小飞死后 才是受益最大的那人 一下成为了国内 范德安品牌的董事长 穆教授过来 面前了邵小芳 但只是简单对其进行了了解 过程中 穆教授还注意到 在邵小芳面前放的杂志中 邵小飞设计的那件衣服 竟然已经被批量制造 并且都穿在了模特身上 根据这一点 穆教授进一步去了解 发现生产这批衣服的 竟然不是范德安自家车间干的 而是外包到了其他工厂车间 等查到这生产的车间后 穆教授询问负责人 这衣服设计图 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发责人称就在上个星期 时间就是在邵小飞遇害之前 这让穆教授想到一种可能 赶忙看了看衣服上的标签 结果就是其他品牌的 不是邵小飞和邵小芳所在的范德安 小芹看到后也明白过来 这家车间 很有可能是邵小芳自己的 她在邵小飞新品发布之前 用其他牌子搭批生产这种衣服销售 那么最后 等邵小飞的衣服已经发布 肯定就会判定为抄袭 一个知名设计师抄袭的话 那可比杀了她都要难受 讲到邵小飞的尸体 还被防腐剂抛过 小芹推测 这车间很可能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于是 开始对车间各个地方进行勘测 最终 栽出飞起的洗衣房里面 找到了一把染血的剪刀 和装过防腐剂的塑料筒 以及一池子带血的染色剂 将这些东西全都拿回去化验后 确认剪刀上的血迹 是尸咬方和尸咬妃的 指纹也是他们两个的 只是有一点奇怪的是 现场除了剪刀以外 其他物件上面 根本就没有尸咬方的痕迹 如果真是她行凶的话 在杀完人之后 不可能不去处理凶器上的血和指纹 小芹之后也找到尸咬方 她面对质疑 直接掀开了袖子 让警员看了看胳膊上的伤口 原来那是被袭击的 是尸咬方 她早就看不惯这个妹妹的做法 之前 尸咬妃就从她手下别的设计师那里 抢走了很多爆款设计 尸咬方也是忍无可忍 之前看到尸咬妃即将发布的衣服后 她就偷偷将设计图给拿走 跟着展开这一系列的报复 那天 她将一切勾着给尸咬妃后 本来只是想气她一下 谁知道那疯女人 直接拿出一个剪刀将她给刺伤 受伤后 尸咬妃就离开那里去治疗 尸咬妃之后怎么样了 她也不知道 一般调查下来 嫌疑人全都洗脱了嫌疑 案件者下陷入了僵局 穆教授决定 在对发现尸体的试衣间进行刊测 上午商场刚开门 女警小琴被好闺蜜来来试衣服 可了店家十分不给力 一早开门就发现 试衣间的门怎么都打不开 为此还叫来开走师傅帮忙 师傅还想着拆锁 伤了刚在门上钻一个孔 门就自己开了 然而里面却出了大事 小琴听了尖叫声 立刻过来查看 之前十一间里面 有个女人只为唯美的坐在沙发上 整个人都没了呼吸 而且她身上穿着血红色长裙 上面还检测出有很多血迹 小琴从收货员那了解到 早上开门后 店里面来的客人都没有收过衣服 门就昨天晚上下班是关的 收货员当时进去 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更诡异的是 十一间的门从外面根本锁不上 只有在里面才能反锁 凶手又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计算随后 叫门上的锁全部拆卸 小琴也去现场查看过 这一间除了门以外 唯一能出去的地方 就是有一处通风管道 但这管道口径太小 小孩都不一定能钻进去 更别说一个成年人了 等小白来到现场 她在看清私人的面貌后 十分震惊 这家人名叫邵小飞 妥妥的白富美 年仅26岁 就是全球著名的设计师之一 继承了父亲的设计公司 因为有钱又好看 成了很多人眼中的女神 她还有一个同富异谋的姐姐 邵小芳 对她十分的照顾 一直帮她打点公司的生意 而且之前还在一次访谈中 为了邵小飞 大骂主持人问的问题不行 当时这件事还出上了热搜 另一边 法医做完了尸检 确认邵小飞的死因 是被一把剪刀刺紧了心脏 腿部还有骨折的痕迹 应该是凶手运尸时被撞伤的 而身上没有出血的情况 是因为尸体被防腐机给抛过 看来凶手也真是够变态的 根据骨质中太元素的衰减 初步推测死亡时间在一个星期以前 而死者穿着那条血红色裙子 经过比对后 全是上面的血 全是来自死者身上的 只是放血这一步 是凶手在人彻底死后所做 那些伤口还留在死者的背部 从形状来看 很像是在雕刻撩挪牡丹花 之后小芹带着沐教授 开始去到死者工作的地方调查 据助理陈玉凤描述 他最后一次见到邵小飞 还是在一周以前 时间与法医推测的遇害时间差不多 看来邵小飞 应该是失踪当天就遇害了 而在这期间没人报警 是因为邵小飞身边的人 都习惯他这样了 之前他就总喜欢搞失联出去玩 接着 让助理看了看 邵小飞遇害时穿的裙子 助理表现了极为震惊 因为这款裙子 是他们下一季 才推出的复古风连衣裙 从设计到打样 全部都是邵小飞一个人完成的 照理说 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件 你的意思是 之前没有人见过这条连衣裙的样子 是的 小飞姐为了最好的发布效果 除了远在巴黎的范德安总部 没有人见过这件衣服 也包括我 我也是因为这两天 新品发布会的事情 进了她的办公室 才看见这件衣服 那现场中的裙子 又是怎么解释 看来肯定有第二个人 知道这款裙子的设计 另一边小白也去查到 邵小飞在公司里面 谈了一个叫保罗的男友 这人也是一名设计师 在邵小飞死后 保罗就会成为范德安新一级的设计师 而且小白甚至还八卦道 这保罗与邵小飞好着的时候 竟然还和他的助理陈玉凤不清不楚 莫非还有情杀的因素不成 可这些证据 还不足以传唤保罗问话 于是穆教授 想到另外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尸体被捕的牡丹图形 他怀疑这东西 可能和设计有关 于是将形状倒是踏印出来 拿着图案 去到范德安的衣服车间询问 果然从一位大妈那得知 这种牡丹样式属于立体秀法 基本上都是口口相传 现在很少有人会了 关键的是 那个保罗在前不久 就曾拿着这种牡丹样式 来询问技术秀法 大妈对此印象很深 根据调查到的这一点 穆教授怀疑 保罗很可能在另外设计一个新品 估计就和这个牡丹有关联 警方很快便将保罗带回来询问 可面对质疑 保罗却坚称 自己不清楚 这牡丹图是怎么回事 他这边不老实交代 到时候有人开始急了 之前警员问过话的助理陈玉凤 他竟然主动承认了 全是自己所作 一个房间 除了店员没有人进出国 而我们死者的尸体 却可以凭空出现 并且自己锁上了门 我想答案 就在屋顶的装饰之中 果然 在查看屋顶的装饰后 在死者当初 坐着的位置正上方 找到了多条磁线 随后穆教授 拿着这种线 询用了制衣车间的负责人 从他那里得知 这种线的韧度很高 能和余线有一拼 同时小秦也询用了 发现尸体这家店的经理 得知 在少咬飞遇害之后的那天 店里面就有一批货 从范德安送来 可有一些奇怪的是 之前送货的都是一个人来 但那次过来的 却是一男一女 男的手手高高的 女生很矮小 紧接着找上之前送货的员工 根据他的描述 那天本来是他送货 他准备过去时 却被设计部的一通电话 给拦了下来 穆教授在了解到这些后 竟然去找上那个保罗询问 还将他曾去过服装店的事情说出 保罗对此还要反驳 当时自己是在海南参加发布会 而穆教授在过来之前 就让人调查了保罗 发现他送衣服那天 已经从海南回来 并且查过了他手机的通话 和短信记录 走来送货员的人就是他 而且他去送衣服的时候 还频繁与自己手下 一个叫苏子的女设计师沟通 看来这个苏子 就是与他一起送货的女孩 对于穆教授的质疑 保罗从一开始的反驳 最后变成了袒护苏子 表示他与本案没有关系 但他越这样说 那苏子就越可疑 这后穆教授也查到这个苏子的住处 找过去后发现 这女孩的年龄并不大 挺可爱的 当得着穆教授 是为了少小飞死亡意识过来 苏子只是笑了笑 紧接着便承认了 那些全是他做的 还问起穆教授 那衣服是不是很漂亮 原来那个服装的设计 全都是出自苏子之手 他本想凭借这件衣服 参加几年的设计比赛 但没想到 那天他在车间画图时 医院突然传来消息 说他母亲病得更加厉害了 苏子那时 着急去医院 图纸什么的 就拜托车间的阿姨给收拾一下 可他前脚刚离开 少小飞就过去 看到了衣服的设计 他想将这设计据为己有 为此还假情形给苏子了一笔钱 说是能让他帮母亲渡过难关 苏子听后 想都没想给出了图纸 但后来才发现 少小飞给他的卡里面 竟然只有两千块 可他母亲治病 还得需要十万 于是苏子 再去找少小飞要钱 但换来的 却是一顿冷嘲热讽 少小飞 跟着贬低苏子的作品 说他能够看上 算是苏子的福气 结果就是 苏子没了母亲 作品也被人给拿走 从那以后 苏子就一直隐忍 开始盯着那少小飞的任何动向 终于 在那天少小飞 找少小飞吵架时 苏子可算是找到了机会 戴上手套 拿起地上的剪刀 狠狠地刺向了少小飞的胸口 等将人杀死后 苏子就有了一个念头 既然少小飞 那么喜欢自己的作品 那就让他变成模特 于是 他现在在少小飞的背部 花上那种牡丹放学 接着开始对裙子染色 最后将人 泡在防腐机里面 而将一切弄好后 他一直不知道 怎么处理尸体 走走无路 只能找上保罗帮忙 因为保罗 十分看好苏子的才华 两人可以说是师徒关系 也是公司里面 最值得信任的人 再加上保罗 也看不惯少小飞的种种行为 于是两人一合计 就有了那出 繁花凋落的演出 两人趁松祸时 将尸体 给藏到了室衣间的上面 密室完全只是个意外 在你们离开之后 整栋大楼进行了 通风系统的维修 通风系统工作了一夜 使房间内的气压很低 门被精进地关住 形成了上锁的房间 当维修人员来的时候 并没有开锁 只是在房间内开了一个气口 空气流出来了 门自然就开了 最后 苏子去到警局 承认了一些罪行 而保罗身为同伙 也将受到处罚 女孩在玩一款密室游戏 有个关卡怎么都过不去 等她从外面回到家后 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房间 竟然布置在游戏中 一模一样 她被吓得想要逃跑 但发现门锁 却怎么都打不开 打开撞到信封 发现自己进到的 是真实的密室 为了从房间里面离开 她开始按照各种提示 破解谜题 等找到钥匙 打开床头柜后 发现有四个颜色 不一样的盒子 她按照各词的提示 最终打开了一个红色盒子 可没想到打开盒子后 里面只有一团气体喷出 女孩闻后 瞬间倒下没了动静 而女孩所做这一切 她并不知道 就没人全程直播 玩这款游戏的人 目睹了这全部过程 其中 9G的技术人员 彪子也注意到这点 当她看到女孩 倒地不起 渐渐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立刻调出直播的IP地址 让同志小琴等人 过去查看 可等警员过去后 看到的只有那女孩的尸体 信用内众人 开始对现场基因勘测 反应过来后 也对尸体做了检查 从肝文判断 死亡时间应该在 10个小时到12小时之间 似的提表没有任何外伤 初步判定是中毒神亡 这么来看 那的直播录像 帽子是提前就录好的 在循环播放 小琴注意到 女孩的化妆品和首饰 全都是一线品牌的牌子货 价钱也都十分昂贵 穆教授则去研究了门锁 发现门从里面打不开 是因为有人 在本身的门锁里面 又多加了一把小锁 当门关上的时候 这小锁就有从外面锁上 根据现场发现的误解 穆教授也推测出 女孩破解密室 就是要获得离开房间的钥匙 但从结果来看 设置机关的人 只是想要这女孩的命 根据化验后 确认女孩是吸入 那红色盒子里的青化钾 中毒身亡 小琴也查到 死者名叫李林 目前还是一名大学生 前几天去参加了 一个学校组织的活动 一直都没回出渡房里面 可能是这期间 有人去将现场 不止成了密室 因为案发的楼层 没有监控 所以没有任何线索 小琴也去走访了 死者李林的人际关系 发现她在学校里的人员 极其不好 总仗着自己漂亮 为了找刺激 喜欢去讲别人的男朋友 这么来看 女性作案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警方准备 一边排查死者的人际关系 一边从游戏这边入手查起 而负责游戏调查的小白 正在游戏中 咨询有关直播杀人时 有个好友妹子 突然开始向他求救 小白本以为是恶告 可疼对方 把具体的地址 以及资料发过来后 他才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 立刻按照上面的地址 找了过去 不料等来到地址上的房间后 沐教授居然已经在里面了 小白还没来得及询问 就看到整个房间被白布装饰着 里面还坐着两个男人 从对话得知 原来是这个叫张继人的男人 故意把房间装扮成这样 来吓唬自己楼上的邻居潘明 两人都是这个游戏的爱好者 只是张继人这样做 就是想告诉潘明 这些全都是假的 警告潘明不能再沉迷游戏了 是时候去找个对象 忘掉他那个满屋照片的前女友 而一说起这件事 潘明的脸色一下就黑了下来 两人的对话中 张继人还提到潘明的游戏里的网名 而小白听到这个ID 再也忍不了了 原来他过来要救的妹子 居然是潘明假扮的 小哥哥你真来救我了 你别过来 你不应该是一枚恶妹子吗 你男的在网上天天叫我 小哥哥小哥哥不恶心 我也没说我是妹子呀 我头像是我偶像 小松菜奈 你 切记 网链有风险 见面虚谨慎 小白这下脸算是丢完了 但沐教授过来这边 可不是搞网链什么的 他拿出一张纸给小白 这上面写的有一首古诗 是他重新案发现场时 在一个笔记本上发现的 而这首诗的后两句 就是沐教授过来这里的原因 只是这次过来后 什么都没有 让沐教授感觉 还是有些不对劲 等到次日 他又看起来那首古诗 这次才注意到 诗中的沐当林绝顶 被写成了林绝顶 沐教授这才想到 现场应该不是在潘明的房间 而是在楼下 那个张继人的屋子里面 当警员再找过去时 果然和沐教授猜测的一样 张继人已经遇害 在现场中看字后 小白也发现 藏在台灯里的一个微型摄像头 认为照此很有可能 也是一场直播 立刻回到警局 开始调取了录像 另一边 法院对尸体做了尸检 判断张继人的死 很有可能是上吊自杀 而且根据死者大小便 失镜的情况 基本可以排除 先杀死后被吊上去的可能 死亡时间 大致在昨天下午的两三年左右 这时小秦注意到 尸体的右手手指 竟占有很多腮红 这点让他想起来 李林遇害时 在他家中 好像就有一盘被破坏的腮红 难道说 是张继人杀害了李林 紧接着又畏罪自杀 小白将那个潘明 叫来警局询问 他见张继人 还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 那时候小白和沐教授 也看到了两人 而下午的时候 潘明因为要在学校考试 一直都没回来过 张继人平常 在那个时间点 应该去银行上班了才对 之后技术部也调查了 那监控探头拍照的内容 并没有被传出去 将里面的视频恢复后 可以看到 张继人死亡的全过程 视频中 张继人回到房间后 发现屋内窗帘全被拉上 灯也被全部打开 与李林被插时一样 门从里面根本打不开 一日到不对劲后 张继人很快便找到了一封信 接着就开始按照上面的提示 再计算一道数学题 而最终算出的答案形状 很像是一颗不完全的爱心 穆教授根据在现场 发现的一本故事书 发现张继人算出那道题的形状 与这本书封面上的拼图 基本一致 而这本书中给出的提示 就是接下来 破解谜题的答案 因为里面的内容 全是英文的 视频中 张继人花了很长时间才破译 根据书中 张继人画出的痕迹 可以得出一个英文单词 意思名为干燥的墙 而就在他破译后 视频中 张继人就消失了有十几分钟 等他再次出现时 直接就搬来板凳 站在上面 面对着眼前的那堵墙 他人正在这个时候 突然就踢开了板凳 进行了自杀 穆教授意识到 可能是那堵墙有什么问题 张继人在离开十几分钟回来后 眼神就没有离开过那面墙 而且最后还站在椅子上看 可对现场经过勘测 那面墙上什么都没有 那他到底又是在看什么 穆教授又回想了一遍 现场中的所有误解 想到之前 那墙边有一个吹风机被丢在那 这下才明白过来 原来那英文单词的含义 不是干的墙 而是把墙吹干 于是穆教授再次去到现场 用吹风机把那面墙给吹了一遍 结果墙上却显示出来一幅画 上面有一个上吊死亡的男人 以及一位浑身流血的女人 穆教授看着画作 猜测是有人故意 让张继人看到画后 于里面的人物保持水平 接着就让绳索 掏住张继人的脑袋 将人给火火吊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凶手是怎么进到房间行凶的 警局中 小青在调查张继人的电脑时 发现他口口上的聊天群非常多 而且有些群里面 竟然还有那个李林 他好像在给张继人介绍女学生办卡 从中间撤取一些提成 看来这两人的关系十分不简单 小白之后立刻就去到李林的学校 对那些办公卡的学生进行走访 只是熊人的每个人 都对李林抱有很大的恶意 还当把他就是一个婊子 一番调查下来后 小白发现 这些办卡的女学生 都有五个固同点 一 她们都是女人 第二 她们都是学生 或者是没有固定工作的社会人员 第三 她们都爱慕虚荣 虚荣 百分之八十的姑娘 用的都是一水的名牌包 跟名牌化妆品 她们没有固定收入 哪来的钱买这些名牌啊 这就是第四个公众点 她们手持的信用卡 额度都非常高 五万到十五万不等 她们没有还款能力 还用额度那么高的信用卡啊 而这个第五点 竟是那些女学生 全都嫁了小白的绿泡泡 这一趟下来 小白都嫁了有几十个妹妹 不过她倒是对其中 一个叫周琪健的女生 印象很深 正正面对询问时很平和 也没有抱怨什么的 还说自己已经 把卡里的钱全都还完了 而小白在家妹妹的同时 也去查了那些办卡的情况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那张静人所谓的办卡 就是让那些女大学生 用她的信用卡付卡 她从中收取高额的利息 和办卡费 说白了就是在放高利贷 小白还在纳闷 这些女学生 没有赚钱的能力 每个月到底是怎么还钱的 这时突然有个女孩 加上张静人的哭哭 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发来一张 手拿身份证的裸照 小金和她聊天后才弄明白 原来那些学生 全是在裸呆 那些办卡的学生们 只要还不上利息 就用一些不亚照 或者一些不亚视频 甚至是特殊服务来偿还 那么就是说 这张静人的电脑里面 应该还有很多这种照片才对 可电脑上翻了一遍 也没有找到其他女生的 小白猜想 张静人应该是藏到U盘 或者移动硬盘里面了 于是去他家再次进行勘测后 果然在传练下 找到一个移动硬盘 而这里面 有几十个女孩的不亚照和视频 这些人 全是在张静人那里办过卡的女学生 结果一一对比后 却发现 唯独之前小白提到的 那个周琪琪没有在里面 接着警方就将周琪琪给叫到警局问话 问他案发时人在哪 周琪琪表示 自己整天都在给学生 做钢琴家教培训 家长们都可以为他证明 而且关于裸袋这件事 身边除了他和张静人知道以外 根本没人知道这件事 询问了周琪琪后 小琴也就对那些裸袋的学生做了调查 发现这些人 竟全都有不太点证明 就跟提前算好了一样 沐教授正在看着那些裸袋名单 也注意到了那张周琪琪的照片 一下就想到第一次再见到张静人时 他曾调侃过那个潘明在怀念前女友 而碰巧的是 这周琪琪就是潘明的前女友 沐教授之后又去到张静人的御坏现场查看 在门口附近观察了一会儿 注意到距离门口最近的木柜边上 留一道很细小的勒痕 看着这道痕迹的方向正对着门口出 沐教授莫头明白了凶手是怎么作案的 接着他又去询问了院里的保洁大姐 这几天打扫时 有没有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大家想到在前天的时候 看到106的门口有一堆建筑材料 都是建木头块什么的 他还以为是哪家在装修 他就把东西全拿走了 了解到这一切后 沐教授紧接着就去找上那个潘明家里面 看着他那一张贴子全是朱琪琪的照片 直接指出 潘明就是杀人凶手 还挑明他对朱琪琪挨得有多么热烈 沐教授在看到朱琪琪照片后 就去到学校瞅他问过话 从他的得知 之前他和潘明分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裸袋的问题 他自己心里过不去这道看 而在分手过后 潘明就十分不甘心 开始想着办法来讨好朱琪琪 他以为周琪琪是在讨厌自己 于是他又在游戏里面 又或者聊天软件上 都会弄一个小号与朱琪琪联系 还匿名给朱琪琪送个礼物 只是朱琪琪没有收下 而那个礼物正是一盘腮红 还是小猪佩奇联名款的 这真是太秀了 碰巧的是 张洁人尸体的右手上 刚好就有很多腮红残 你张跟我 睡过那个女人 绕地球一圈 都数不过来 张洁人那天 像潘明炫耀着自己有多渣 还让他看了看 每次找女孩去宾馆后 他偷偷录下的小视频 潘明一个学生 哪见过这种场面 本来还好奇想去看看 结果翻看那些视频时 突然注意到 自己前女友的名字 居然在里面 张洁人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看到他了 哎 干什么 看到不就看到了吗 这不前任吗 你前任跟你还有关系啊 我跟你说一下 他跟别的女的都一个样 他也要钱 有一次 那个那个李玲 介绍他认识 说他想借钱 本来 还想着和钱女友复合的判明 在看到那个视频之后 他貌似明白了一切 于是决定展开报复 他首要的目标 就是找上 带周期系 张洁人的李林 他认为 李林 是一切事情的始作俑者 于是 他趁着李林 不在家那段时间 就偷偷过去 把他家 布置成游戏里密室那样 还在最后一个关卡那里 放置了轻化甲 叫人给毒死 而他杀害张洁人 是以为自己和周期系的悲剧 全是因为张洁人造成的 我一直以为 琪琪离开我 是因为他爱上了张洁人 其实根本就不是 当时 他找工作老碰壁 觉得自己穿衣服的档次不够 所以才跟他们借的钱 后来钱还不上 张洁人就叫他陪自己睡觉 还把视频拍下来 不停的威胁他 逼他跟我分手 所以 潘明对张洁人 是恨之入骨 同时 沐教授也拆穿了 潘明的作案手法 案发那天 他其实早就来到 张洁人家里面 将一些不止完成后 他就躲在 门口的那个木柜当中 等张洁人 破解到墙面那个关卡时 他就悄悄 从柜子里面出来 拿出准备好的绳索 扔出去 拖在张洁人的脖子上 这里说实话 就有些扯淡了 柜子动了 都没有察觉是一点 这套人简直就离了大谱 咱想给他圆好 也圆不回来 只能说准头太好了 就这样 潘明完成了 这场密室杀人 至于门 当时为何打不开 原因就是 之前宝洁大姐说过的 那堆建筑垃圾有关 其实张洁人家的门 根本没有上锁 潘明故意 拿一堆垃圾 放在张洁人家门口 他回来时 以为是邻居在装修 就没在意 而潘明那时 躲在衣柜 利用鱼线 让木头顶住大门 造成门被从外面 锁上的假箱 而那些木头 他也不用管 等宝洁大姐将其收走后 潘明就能躺而皇之 离开房间 而最能决定 他杀人的证据 还得是那个 小猪配七块彩虹 里面被抓过的地方 只要拿回警局 与尸体手上的比对后 就完全能够证明 潘明出现在 案发现场当中 案件到这里继续结束 警方根据调查 锁定了死者 租住的一间出租屋这里 过来后就看到 有个美女 不断在呼叫李王 询问后得知 这女人是李王的房东 名叫赵月 她过来是向李王催房租的 将情况给说明后 小白让赵月将门给打开 在进去的时候 沐教授还看了一眼 赵月脚上的鞋 尘马与死者 妻子陈青青的差不多 都是39马 进来后 小白便快速 对宫内进行了搜寻 在床头找到了一盒 素药救星丸 还在沙发的外套里面 找到了李王的手机 一个心脏病患者 能将这些东西 丢在家里面不管 看来这个出租屋 很可能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小白也用李王的手机 博通了她最后打过的一通电话 结果接电话的人 就是这个房东赵月 这下小白 不得不将人带回警局问话 小白怀疑 赵月可能和李王有不正当关系 对此 赵月表现得十分嫌弃 你们觉得我会跟那种 长相的人好什么 李王是工程师 每个月收入不低 他完全可以租更好的房子 为什么非要租你那了 我那怎么了 我那离会展中心进啊 每周四五都有动漫市集 但奇怪的可不止这些 李王约害那晚 是拿着离婚协议书 从母亲家离开的 他为何不先去找陈青青 而是直接联系了赵月 对此赵月解释 当时他刚好打电话 向李王催租 而且他在今早 还打了几通电话过去 还让警员去查手机 至于案发那晚 赵月称 自己一直在家里面追剧 没有谁能够为自己作证 警方要是怀疑他 他也没办法 反正他什么都没做 等询问完赵月后 刚把人给送出去 结果就碰到 陈青青被叫来问话 两人见面后 场面差点失控 这位警方询问陈青青 他也表明 与赵月去年就相识 两人是在一个会长活动上 认识的 赵月也是一名 COS狂热爱好者 小白之后 也就调查了 那个会长的照片 确认了陈青青没有撒谎 有了这一发现后 沐教授分析 目前赵月的嫌疑是最大的 他既然这么热爱COS 肯定不会错过 任何一个会长活动 案发那晚 他不可能在家里面追剧 另外 他的鞋码确认后 也是39码 与凶手的相符合 为了找出更多线索 沐教授之后 再次来到李旺的出读屋里面 这里如果这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那么肯定会留下一些线索 沐教授在房间中仔细地检查 在查看到防盗门时 终于有了发现 沐教授注意到 这门的把手里外有些不同 里面的门把手很好 但外面的门把手上 却有一些被砸过的痕迹 就是在屋内翻找后 在鞋柜上的一个盒子中 沐教授发现了一个 同样有印痕的钳子 以及一卷胶带 看到这些东西 沐教授的心里面有了一个猜想 但还需要证实一样东西 那就是李旺拿着的那份离婚协议 房间中并未找到 刚好在他下楼离开时 碰到了一个快递小哥 沐教授好奇了问了一句 最近是否送过李旺房间的物件 小哥也记起来 当时那寄件人早上联系他 让他晚上过来取件 为此还给小哥特地加钱 但当时小哥过来后 那屋主等了很长时间才开的门 他还记得 那个屋主戴着帽子没露面 只是给了他一份文件 根据小哥这番说辞 沐教授终于能够确认下来 凶手舅舅是怎么行凶的 凶手知道李旺有心脏病 所以故意激怒他 与他爆发激烈的争吵 在李旺快发病前离开关城门 李旺在床上心脏病出发 他在屋子里到处寻找缩小姐间板 结果却一无所谷 于是他强征地想要外星求救 他发现自己被锁在房间里 因为一心求救李旺并没有意识到 所被凶手掉到感症 他只能奋力挣扎 在门把手上划出了很多痕迹 而凶手则拿着药站在门外 眼睁睁地看着李旺死去 然后开门 等李旺死后 凶手就穿上他的衣服 将人装进行李箱 带上摩天轮 然后就制造出 李旺是因为受到烟花惊吓 导致心脏病发作的假象 之后凶手再次返回出租屋 将家中的门锁调换 只是过程中 凶手没有想到 李旺在那天早上 竟然叫了一个上门取舰 等快递员过来后 他只能装作李旺 将快递给了快递员 可其中有一点怪异的是 就是李旺死亡的真正时间 法医可以肯定 自己尸检绝对没有出错 那么这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李旺在被搬到摩天轮时 还没有真正死亡 他人的确是受到烟花的刺激后 才发病死亡 按照这样推论 陈清清肯定没有作案的嫌疑 经过几次询问 都能看出来 他对李旺充满爱意 他如果是凶手 中途发现李旺没有死的话 肯定会及时收手 凶手作案的过程中 应该很容易知道李旺没有死 那么凶手对李旺的态度 看来只有恨 结合之前的分析 凶手只能是那个赵岳 警方之后 去调查理官赵岳的情况 小秦也去到快递公司 找到案发那晚 李旺要寄出去的文件 等一切查明后 穆教授 拿着李旺出途屋的同款门锁 找上赵岳的家里面 这么复杂的一把锁 换起来很不容易吧 一个离了婚的独居女人会开锁 很奇怪吗 换到别人肯定很奇怪 但在赵岳身上就一点都不奇怪 学院之前去查到 赵岳离婚的原因 就是因为被家暴 她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在结婚的时候 丈夫不停对她进行家暴 经常浑身是血去医院治疗 甚至有一次 她怀着孕癌了一顿打 还被丈夫囚禁起来 那时赵岳为了保住孩子 拼了命将锁给破开 等她去到医院时 腿上已经流满了血 孩子自然没有保住 而且最恨的是 她在那次过后 子宫受损严重 被切除 再也无法生育 而这种囚禁式的虐待 在赵岳身上 已经不是一两次 之前她丈夫每次打完她 都会将赵岳关在房间 不给吃喝 为了求生 赵岳慢慢的 就自学了开锁换锁的本事 而她就是利用这项技能 将李旺给谋杀 她那天先是去找到李旺 归与她发生争执 看到她心脏病发后 故意拿走了她的速效就进完 李旺那时追过去想拿药 但发现门怎么都打不开 情急之下开始砸门 但一切都是徒劳 证据就是那门把手上的划痕 赵岳提前就将门锁给呼唤 导致房门只能从外面打开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证明 赵岳就是凶手 毕竟李旺是死在了摩天轮上 而真正的证据 其实是李旺那晚 要接受的那份离婚协议 当时快递员上门取件时 赵岳应该也没想到 于是情急之下 武装成了李旺 还用一副袖子隔着 将快递给送了出去 但她却忽略了 那封快递的胶带上 留下了她的半枚指纹 这足以证明 安发那晚她就在李旺的房间中 还与她有过接触 等一切被切穿后 赵岳只能认罪 而她做这一切 只是出于同情 所有被家暴的人 她把自己的感受 投入到别人的身上 以此来发现 自己当初受过的苦 其实 她和陈旧静的关系非常不错 之前两人还谈过心 看到陈清清身上有瑜伽 了解到 她也是受到家暴的人 从那以后 她就开始盯上了李旺 最终又成了一起悲剧 可真实的情况 令谁都没想到 其实李旺 根本就没有家暴过陈清清 那些伤痕 其实只是陈清清自虐出来的 她还不停散播 李旺家暴自己的谎言 原因就是因为知道 李旺要和自己离婚 她想要报复而已 这真是大无语了家人们 而李旺要离婚的原因 她全都写在那份离婚协议里面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 并没有让你变得更快乐 反而在生活的重压下 在我母亲的唠叨里 你变得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不像你自己 你必须委屈求全 才能平衡各种关系 你越来越不开心 甚至要可伤害自己 才能活得快乐 我不想要这样的你 我想要你回到 我们最初认识的样子 男人在床上痛苦的挣扎 还不断在屋内翻找着什么 但始终都没找到 所需要的东西 她绝望地走向门口 开始向屋外求救 看到房门被人打开后 只见男人已经彻底没了动静 到了晚上 女性小秦 终于将木脚手给约露出来 她没想去坐坐摩天轮 增进一下两人的感情 但没想到 随着游乐园烟花的绽放 下面突然传来一阵阵尖叫声 下一秒整个摩天轮附近 被警方给围了起来 而一开始 那个男人的尸体 竟突然出现在这摩天轮里面 最先发现尸体呢 是这位管理员老大爷 他刚刚看到有人躺在里面 以为是发了什么事 还准备去捞他一下 结果发现 这人浑身僵硬 才赶紧报警 大爷对这人还有些印象 上去的时候 就搬了一个大箱子 后来也没见人吓来过 之前转了两圈 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那突然出现个死人 他也是被吓得不轻 法医也对尸体做了检测 初步认定是心脏麻痹 导致死亡 很可能是受到 刚刚烟花的惊吓 最后将尸体来回警局 进一步试检 确认死亡时间 在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左右 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唯一的一处于清 很可能是从椅子上 跌落导致的 身上已经现场的箱子中 都没有找到 有关于心脏病的药物 初步判断是意外死亡 次日 小秦就确认到死者 名叫李汪 还通知了他母亲过来认识 但李汪母亲王秦在过来后 经一口咬定 肯定是自己的儿媳 陈清清杀害的李汪 他本来希望 儿子和儿媳 能好好过日子 但是慢慢的他发现 这陈清清的行为 十分不简点 说着就从包里面 拿出几张照片 而这上面 全是一些陈清清 出现场靠死的人物照 有些衣着比较大胆 还被很多人拍照 简直跟我们家丢尽了人呢 王秦还说 儿子本来就要和陈清清离婚 但陈清清一听 却张口就要一大笔离婚费 而王秦怀疑陈清清 不单单有这些因素 更主要的 还是昨晚李旺 离开他那里时的表现 当时李旺 接到一通电话就出了门 可很快就折返回来 拿走了那份离婚协议 王秦肯定 儿子是去谈离婚了 只是没想到 儿子竟然直接没了 聊一到这些情况 小心紧接着 就去找上陈清清问话 说是来询问李旺的一些情况 陈清清听后 直接拿出李旺之前 去医院看病拍的片子 表示丈夫去体检 被检查出患有心脏病 医生建议是做手术 可李旺由于工作太忙 一直没空去做 小秦听后有些惊讶 这儿子生病 王秦这当妈的 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对此陈清清解释说 是李旺故意瞒着婆婆 生怕她老人家担心 而且她也承认最近两年 与李旺的感情很不好 李旺对自己十分冷淡 经常不回家睡觉 要么是住在公司 要么就去宾馆 或者婆婆家里面 陈清清认为 自己在这感情中 并没有做错什么 她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李旺 当初她是一名COS模特 但在结婚后 基本都没怎么去出过COS 对李旺也是言听计从 可她越是这样 李旺对她却是越来越冷淡 她到现在也搞不明白 李旺要和她离婚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警察同志 问了这么久 我老公到底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啊 他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 陈清清整个人都呆住了 从她的样子来看 比方是装出来的 同时小心还注意到 陈清清的胳膊上 竟然有瘀青 另一边 小白也却走访了 陈清清家的邻居大婶 大婶直接挑明 那李旺经常有家暴 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就问她 她一下子就哭了 近期大婶也注意到 这李旺貌似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 而且每次都是醉醺醺的 还走透了好几次门 她也不清楚 这两口子到底咋回事 这番调查下来 也能够确认李旺 有感情上的问题 但陈清清师傅有作案嫌疑 目前还没法下结论 不过穆教授这里 倒是有了新的发现 他去查看了 摩天伦的进场监控视频 让金属科分析了 当时拉箱子上去那人的鞋子 顾色这人 穿的是39码的鞋 可李旺平常 穿鞋都是42码的 从这一点能够推断 李旺很有可能早就遇害了 是被人抓进那个行李箱中 带上摩天伦的 也就是说 李旺很可能 是被凶手遗失到摩天伦 可惜监控在进场没一会儿 就不顶用了 后面的都没录到 那么这个人到底会是谁 而且还有一点奇怪的是 法医给出的死亡时间 能够确定李旺就是在摩天伦上遇害的 两边给出的结果不同 真相到底会是什么 之后小琴再度找上陈清清问话 询问了他案发那晚人在那 陈清清有些犹豫的表示 当时自己在一处会展出COS 这打脸打得是真够快的 上次问他 还说自己结婚后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兴趣爱好什么都没了 现在却又说自己去COS了 小琴也开始怀疑起这个女人 但陈清清确确确实是道 之前自己放弃COS 是因为怕婆婆看到会不高兴 但现在李旺挺了心要离婚 加上很多朋友都想见自己 他就决定重拾老本行 被一连串询问后 陈清清也意识到 警方正在怀疑自己是凶手 他对此十分生气 拿出案发那晚拍的照片 让小琴等人看 随后经过走访确认后 正是案发的时间段 陈清清一直都在台上演出 的确没有做案的时间 可以暂时排除他的嫌疑 紧接着警方还就确认了 李旺遇害前一周的行程 发现其中有三天 他人却突然不见了 既没有在公司过夜 也没有去过母亲家 更没有去酒店开过房 对此小琴怀疑 李旺可能在外面 还有其他住宿的地方 说不定还养得有 著名女富婆神秘消失多日 结果却在垃圾箱中 发现她已经发出了的尸体 凶器就是她尸体上 戴着的那根项链 根据警员的调查 这项链是让赵启丽 送给张继新的 死亡时间是在她失踪 那天的早上8点到11点之间 碰巧这个时间段 正是监控被遮挡的时候 之后小琴却修复了张继新的手机 发现在关机之前 曾有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进来 但现在此号已经没了 穆教授了解后 将案件发现的线索串联 分析起张继新活动轨迹 她会去住酒店 是因为在家里面受到恐吓 并且和老公闹离婚才出门 但她在过去酒店后 却和赵启丽进行了爱的供养 两人的视频还被偷偷录下来 而就在赵启丽离开后 张继新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 穆教授分析可能是和恐吓有关 张继新那时被吓得 只要躲在隔壁的房间 也正是那时 小周碰巧过去偷东西 却被张继新当作恐吓他的人找上门 于是他在隔壁的房间躲到小周离开 知道有人再过来后 张继新就感觉自己会不安全 先生却把门给翻锁上 接着收拾起行李准备离开 但就在整理行李箱时 又发现了一把血刀 也正是那个时候 凶手出现刚将继新给杀害 并带走抛尸 那么这个人到底会是谁 李箱的死讯告诉给了王子柯 最少两人已经没了感情 但好歹夫妻一场 王子柯还是很难过的 而就在小秦离开他家时 发现那个狗仔李扬 竟然偷偷摸摸躲在一旁 以为是他又准备偷拍王子柯 在一番逼问后 李扬交代 他其实过来是在蹲那个女性萧苗 还告诉给了小秦一条劲爆的消息 那时候肖苗刚走他家出来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他们是跟我赵启丽认识的 赵启丽 你没开玩笑吧 这个肖苗啊 以前是赵启丽的地下情人 这段关系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您别看赵启丽换女友换的钱 但这个女人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直到张启兴的出现 这富豪的生活可真够乱的 这段关系配成家庭伦理剧 起码都得五十级起步 随后穆教授知道这消息后 想到之前王子柯在警局里面说过 曾与萧苗在一起过 于是他直接找了萧苗家 询问了他 一个有关于王子柯说的 祭奠比赛的视频 穆教授在过来之前 已经询问过王子柯比赛的内容 他说当时那场比赛 中国队选手最会击中对手的是左臂 可询问起萧苗这个问题时 他却十分肯定是右臂 而且据王子柯交代 当时这场比赛 可是他们两个人一块看的 但是回答却不一样 这就说明 两个人中肯定有人在撒谎 只不过小琪那很快传来消息 在那天比赛直播时 王子柯所在的小区 其实是停电了 他们两个根本就没看电视 但萧苗看的是重播 所以很肯定最后击中的位置 而王子柯则是随便说的 两个人在互相作伪证 那这萧苗应该是在酒店进行行凶 接着就从没有监控的明星通道 抛尸离开 穆教授还注意到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赵启丽 不会买同样的东西送人 但穆教授 看到萧苗照片上戴着的项链 与张庆兴尸体上发现的完全一样 说到这个点后 萧苗忍不下去了 怒斥着张庆兴就该死 他想尽办法 逼着他和赵启丽分手 可萧苗十分不愿意 所以一开始就搞了一些恐吓的手段 更是提前 在张庆兴和赵启丽 常开的房间放了摄像头 拍下了他的视频 本想着这也能够毁了张庆兴 但这个女人 却丝毫不愿意放弃赵启丽 案发时 他生气的找过去 与张庆兴当面对峙 结果却被人家羞辱了一番 项链还被扯断 那一刻 萧苗再也忍不了了 拿起断断的项链 死死的擂住张庆兴的脖子 最终叫人给杀害 事后他又联系了王子柯 他知道张庆兴死后 对他有好处 所以王子柯就开始替萧苗作为证 并且那段投射视频 也是王子柯突然发给了李扬 目的就是让众人知道 张庆兴在背叛这段感情 这样做 他就能有一个好名声 还能得到财产 这算盘打得是真好